报告表决结果出席委员100位 赞成100位 你没看错青色都是赞成票 新出民基本法草案第一条 国民党的版本民进党全数统议 仿佛在议场里面看到一阵极光 但王定宇随即打脸解释 是因为国民党抄民进党的提案 并只修一个字 绿营全数统议是为了要阻止 更不妥当的小蓝民众党版本 所以挺蓝营的抄袭办 新出民基本法制定通过 挑灯夜战的结果就是确认 名称用新出民基本法 其中的争议条纷蓝白因人数优势通过 拼青草的法案还有 修正通过 以一票之差一锤定音 民主党八位立委没有投票 韩院长宣布三读通过 NCC委员仅能连任一次 并删除旧委员 严正的过度条款 等于主委陈耀祥 西约底任期届满就脸下台 本会期最后一天 法案大清仓 没共事的大院上演表决大战 美国民党立委连忙抠人回来 毕竟每一票都是关键 来位李燕秀 怎么荧幕的投票颜色 跟民进党是占同阵线 党内同事赶紧打pass 会期最后朝野气氛和乐 没共事的谈好部 强行表决 全民健康保险法第62条 维持现行条文 并通过决议 健保点值大逆转 一丝绿瓶 扛不住压力 隔一夜选择签名 达成共事 不修改健保法 要求明年6月30日前 达到健保平均点值 1.0.95元 而民生法案翻盘的 还有电业法 民众党板朝野有共事 仍由电价审议会 审议电价调长 不过审议会的学者 跟民间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现在宣布上会 行政院政府院长 最后前往之一 立冤本会 其最后一天立委穿着西装 选择以礼相待 为上演大乱斗 TVBS新闻高本利 董佑许 焦汉文 刘婷婷 连程轩 安心桥素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